第三个规矩是季寒衣节 因为职业义愤变冬天了 所以有一个节日 只要烧很多衣服寒衣 给大家进过这的时间 让他们准备过冬 这是一个节日 但是如果这个来到我们福建 福建天气没有这么冷 不需要去重寒衣 所以这个重寒衣节 如果你移到福建 这个节日就没有意思了 同样的我们永存12月16日 有一个节日就是山西人没有的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收工院 吃不饭是吃不饭 不饭是福建人的利息 就是12月16日 为什么马来西亚有一种习惯叫做收工院 就是你过年要到的时候 年尾的时候 大家如果做公司 你就要请员工吃饭 那个收工院 这个其实福建人的习俗 吃不饭 那么如果不是做生意 你做什么 就家家户户 就那一天会吃比较丰盛 平常是没有机会吃肉 对不对 肉比较 就那个正月 就是12月16日的家家户户 那天就只煮特别丰盛 炒酱吉兰丹 如果说我们爱个甲巴甲巴 这表示要吃很丰盛 所以这个是我们 你山西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习俗 你来到这边 福建的时候 福建有这个习俗 所以这个皇族经就把福建带到来 所以你会看到马来西亚 今天我们有这个 拜天宫 我们有这个甲伯鱼 这个旗子是永存的习俗 它一直保存下来 而且变成社会的一个习惯 那我要讲这个意思 黄族经他原本是山西 他们有他的习俗 来到福建的时候 有些就没有意义了 就放掉了 有一些细细保存下来 那同一个职间呢 有一些是福建特有的习俗 他也会带过来 这个就我们看到的一个历史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是说如果他的后代 像他的后代有很多移到澳洲去的 你要求他的后代在那边讲福建话 在那边拜天宫 在那边刺猬 在那边刺猬 这个有意义嘛 所以我就追问这个意思了 所以你看一下是变跟不变的 就是你住的地方一直会在变 但是你不变的可能就是 你是进入你王家 可能这个不会变 就是说可以保存跟不能保存 这样王家是 你不管你住在山西 住在安徽 住在福建 住在马来西亚 你始终是王家的 那个东西都带不熟 但是那些语言封诸习惯 可能会变 因为不同地方是 这个是我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更重要就是说 三代城吧 如果你离开一个地方 时候 你还要保存原来之前 那个地方的用语习 那些语书呢 可能是 可能是 会比较吃力不够好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情况 所以 是 我看到这个东西 就 我们看看 永春会馆 这是马来西亚 永春会馆 我看到有这样的差别 1957年以前 我们知道 1949年以后 基本上 没有永春移民了 因为经中国成立以后 人类 我的外流 现在基本上被控制了 所以没有经过永春移民 所以 1957年以后 我们很多 都成立的是 永春会馆 各位看到吗 各地方永春会馆 那么 今天马来西亚的 五十六或五十七所 永春会馆 有一半只在九后 有一半只在九后 所以九后 除了有 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 十块 九后 自有一个儒佛永春总会 因为他 共产总会 所以 这个特别 但是 我要说的 就是说 在独立以前 永春会馆 扮演的 同乡会 大家在三个地方来 可是我看到有这样的差别 1957年以后 应该没有经过移民了 就说永春会馆 扮演同乡 扮演那种 要安顿那些 刚过来的 人身地 不熟的 找工作 找住这个东西 这种基础是慢慢少了 大家对这个地方 慢慢生活 稳定下来以后 慢慢做回这个 慢慢成立在永春的中庆会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转移 独立以前是同乡会 独立以后 我们开始就在找回 我们永春的家人 永春是同乡 但是独立以后 我们看到永春里面 会开始找回自己的家人 所以我们看到 周四公会独立也是成立了 然后 敬留的 敬灵的 敬政的 成的 灵的 我们看看 你看 这边其实没有东西了 但是 找回家人的中庆会 永春中庆会 是没有停过 这个也是零的 然后这个也是零的 正 这个也是正 黄 成 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们看到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独立以前 有永春一直进来 所以你需要 这个永春公会 扮演同乡会的作用 独立以后 没有永春新的移民了 那时候就 开始定了 找回自己的家人 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所以 这是一个 从后期来看 我看到有这样的差别 就是 找回自己的家人 目前看到的是 这八个大姓 陈林 正皇 李秋 周流 其他的跑去哪里 这个就是 如果永春会馆还要再进一步 发挥公用 可能是在其他兴致的中心会里面 这边还可以 还有一些 作用的余地了 OK 那么 现在是这样 这是一个总结 就是 独立以前 我们永春会馆之同将会 独立以后 中心会在明天 这个就是 我第一次跟那个 林会长吃饭 他吃饭吃到后 吃饭吃到后 我就是说 好人家不要去参 英春会馆 我本来在乔 他如果第一次叫我吃饭 我常常不来 我知道第一次叫我去英春会馆 所以 只要看 英春会馆 全马来五十七斤 到我怕你 到底是妙再过去做什么 这是 好意思 OK 所以 路来呢 是 你看我的公主 我们人是英春人 英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庄村 如果从奥祝金的角度来看 他一直在五十二代 就 参了 英春 八十代 参出来 那 正我阶段 我是四十一代 我们参了英春 到九十七代 我们参出来 一部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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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的历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你要了解你历史的话 你不了解永春这一部分 中间断掉你连不起来 历史不完整 这是至少一个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永春历史 因为那是你整个 你作为一个人 你这个人的历史是有几千年历史 所以永春里面是一段 如果你懂的话 那是可以弥补起来比较完整 但是呢 这段历史 是不是说我们就要保存永春化 保存永春洗手 这个结论是没有一定的 如果是 你英春人来到家庭部 英春人 你如果在大海南部 在家庭部 你不说英春就不太简单 除非日子都在英国库里面 你说的拉屁 只说四根庄 又是把永春人抹出 这样看来 如果没有 我都在说永春而已 不过永春人的洗手 那是够够够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没有一定的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最早 可能建在马来西亚比较复杂 那种纯粹的永春期 大概可能是慢来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早的情况之下 你还要再要求永春人 一定要讲永春话 保存永春的洗手 这个东西可能到时是 对在社会上不太实用了 可能会突见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 称家的永春 是什么意思呢 永春就是一个历史文化浴室 告诉我们以前有一段时间 是在永春待过的 那是我们的历史 这是至少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呢 你看看是 这个 如果 就算我们保存下来 我们看到 因为 因为 永春化等于沙西拜 我看到的是 你要保存下来永春化 永春洗手 永春老江也变了 他们那边 已经没有保存下来 所以你这边保存下来 最后 你回去那边 其实就有人这样 看到你一样很奇怪 对不对 你看到爸爸也很奇怪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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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是 永春很多都没有保存下来了 你一直保存 两个人碰在一起 这语言沟通不良 你看看 这是 你看看啊 我的经验 我等客营室等于沙西拜 没人等于沙西拜 没人等于在习近的感觉 我等客时 会问 海外直接告营室 不用败室 不用败室 坐的车都是 但是 我的外事 越听到海外 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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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的老婆 借 国 三个 三个 全都在马来文 自马来文 所以我等客时 我和我大国 直接说 英春月 听了 说话 说话 许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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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他说话 在我大股的小孩和親戚的表演 他們都在參與 法律跟普通的參與 他們都在參與 這個是我們回永春的經驗 不知道各位有回去的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會看到你保存永春要回去 回去的時候 尤其是年輕一代的 可能講起來還有一段時間才可以慢慢磨合 那麼接下來你看了一個永春洗手 這個是我大姑的孫女結婚的時候 你說她這個是永治永春的原來的洗手 結婚是跟馬來西亞一樣的 現在永春的婚禮也分紮到也是這樣子的 還有跟爸爸看到的那種 穿到這樣黯黯黯黯黯黯黯 對不對 這個我們看到是連永春現在的婚禮也分紮到 都不是以前我們有老的 然後我大姑去年12月過世 那只有一個選擇 只有火化掉 這個在我們馬來西亞看起來是很髒腦筋的 一個好好的人怎麼就把它燒掉呢 我大姑做了怎麼壞事你幹嘛你把它燒掉 可是國家的法令就是這樣嘛 火是火化嘛 可是在馬來西亞這個是如果按照永春人的觀念 這個是 你的父母你怎麼可以把它燒掉呢 這個是很奇怪的觀念 但是在中國現在就是這樣子了 所以如果你要保存永春的習俗 在中國就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我們會看到兩地 永春人的習俗與緣體一直都在變化 所以這是一個我要提的就是 我們會面對這個問題了 如果你要保存 你會看到兩地 馬來西亞跟永春原鄉 永春化、永春習俗 永春很多東西都已經變得 跟我們逐漸離開的時候 永春不太一樣 就突然這個問題 所以呢 我一個問題就是 可能現在的一個永春人 馬來西亞現在的一個永春人 可能是要接受了 永春人 也要說永春多 如果要盡量一隻永春人 只要盡量一隻永春人 只要盡量一隻永春人 那第二 永春人可能是個喜拜拜 可能是當人有 但是沒有人在永春有 因為 正款 所以路來應該是存在 一個永春人 這個阿中央 這個東西就有很大的發揮 像我在混合期 我的小孩子幼兒園的 那個園長其實是永春人 但是就是不會講永春話 可是他知道他是永春人 所以說這個歷史儀式還在 所以這邊呢 是還可以在下屬的地方 所以這個呢 所以從這邊呢 我就講到這個 永春會館 現在對於現在親的 這一批人來講 到底還可以發揮什麼功能 可能可以從這個地方下屬 所以這個 學到是我 永春人 五百年來 三代 頭一代變做煩辣 第二代是火災 還有一把肉 第三代是我們 但是我們沒有 好到哪裏 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 本來是煩辣 你知道嗎 你看 清安的衣服 也在 藏人衣服 你會擔心你一件事給我 就是 你不可以 你會擔心你一件事嗎 所以我們沒有說 永春人 就要加這個 並排 應該在不同地方 這個社會文化不一樣 這個東西我們要學 所以應該就是說 永春在不同地方 你要 因地治也 看我這樣的一個 這是我的一個理解 好,我們很難得,很感謝 謝謝,你們三博士,上市的龜舍英春郎 我聽了一點點講話,我有兩個感想 就是我們在馬來西亞的外國已經是沒有法律上的英春郎 沒有法律上的英春郎 所以我們要保持文化上的英春郎 就好,非常抱歉多了,很懈疵 我一定會得到英春郎 呢,英春風俗,應該保存啦 但是著名為人家的劫馨 因為英春郎本有ages there today 不如天主教堂 所以我們英春也有天主教的 基督教教的牧師來拜馬來西亞來訪問 我也有拜教英人出庭 所以中教是比較敏感 所以我們尊重人去中教 我們不要說他 叫他要拜英春信 拜我們發祖功什麼 不可以啦 我們一定要尊重英人去中教 如果說出來講英春信 絕對不會影響到 我們的驚人會拜 歐如人的這個情節 我的孩子會講英春信 還說得並好 他結婚的時候 他有去台北向 向大家講英春信 說感謝 難道國民我的親人 我有請他 他可以證明我的孩子 他可以去講英春信 中間我也講英春信 我怕是修法文教育 不過他是英春信 說了沒 他也要講德州 因為我是德州贏 所以我一直要證明 你們放心 會樂得出來講英春信 絕對不會影響到他 中來講法日講英文 講馬來文 絕對不會的 我可以用我的孩子來做證明 我的孩子頭頭出事出來 我給我的老母子做認定 我的老母子不可以跟他講法日 我跟他講 不要 你跟他講英春信 我不會讓他學英春信 因為我有看到我的這個 出旁 你兩個大家媳婦為了法日 你跟他講英春信 來修法 來修馬 怎麼會呢 那老母子就教他法日 那應該三盒 你看兩盒三盒 那個老母子就跟他講 他名字叫阿青 阿青阿青 那是姊 姊 姊 那都沒有排位 姊 他講法日 他講法日 我只要給他證明 他給他證明 說 你讓你的小孩 一兩盒 黑棋 不會的 不會紛亂的 我的孩子實態好 證明他得住的 他講我不會拍 因為我是德州警察 他也是德州衛星 感謝各位 我們當然還有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開榜 讓大家發問 大家是 全隊隊伯 不要說我的 我對我的話 我們全隊的隊伯 問我們的NIPOX 叫他再幫我們補充 來開放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好 感謝DBOX 我音診位不是很好 請多多言量 OK 我 我想我 表達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說 第一個觀點就是 我跟BOX修上 我感覺來到這個火棺 我感覺 火棺是一個等人火棺 不是音診火棺 因為在華盛時 我已經接受到 中華文化的教育 所以 但是 但是我 坦白說 但是 我感覺到 音診火棺 會將這個 登黨火棺 變成這個 音診火棺 因為我看到 在既年 旅空 又有六年的時候 音診火棺 左板了 這個 北修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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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有 對 離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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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年 開始 走開 音診火棺 開始走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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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見鬼 比賽了 還有 這個 離空 一 離空 一 一 八度八度 走開 差不多 修上 這個 文化 跟音診火 比賽 所以我感覺 音診火棺 開始 已經轉型了 還有 還有 我看到 有很多人是 沒有跟自己的經驗 跟自己的孫子 說好幾乎的 但是表情可能會被音診火棺 可以扮演自己的角色 但是我沒有找不到的東西 就音診火棺 可以隔壁車的角色 尤其是 我 跟我的兒子 幫我的兒子的名字 可以幫 福建聘音的名字 你看 還有 我感覺音診火棺 應該不出來了 因為 有人會拜我的後台 不會問 五千年 何南 安徽 那些的 歷史 和文化 但是 當時 我已經有很多 電視機 還有 收音機 記錄都來了 所以 有人會問 驚歷 我 如何 補充 這個文化 金門人有一個 歌 叫做 金門人 漢子情 南華人 有一個歌叫做 南華好所在 我感覺 英春人 有自己一個歌 福建歌 應該是 英春四季 火不下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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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Skaman 你是 Sk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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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atura 紅白 還是 阿羅 好 好 好 我相信 我們開放三個問題 三個問題 過兩個問題 讓大家問 問了 再叫 我們 最失敗 回答 共和聲的回答 來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張毅秀 好像你 坐在哪裡 張毅秀 你有很多問題 你問 一半 一半我看 陳博士也會笑 九段 十四段 是做什麼 麻糬 麻糬 就 隔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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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假如是我們的華社 沒有了房源 也沒有了 香銀 我們的馬來西亞 香團 在這個時候就會失去了 它存在的意义 那么我们上一代 或者是主被留下来的 这个机关的这个相应呢 会不会 逐渐的被 好像消失了 就好像刚才我们的主讲人 我们郑文全 向前 他所说现在 假如是第一